改成DIF,就是自定函数 有一个TES,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很简单 我丢一个数字给它,它告诉我是不是一个直数就好了 如果是,它就return为true 如果不是,就是false,就这样而已 所以底下很简单,我就是在if后面做逻辑判断 如果是true,它就是直数 false,就不是直数 那同学问一个问题,其实蛮好的 那VBA写法一不一样 那我就花了一点时间 把那个VBA的版本一模一样 把它写到那个左手边 所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以后的话,反正两者之间 大概就是一样的类似改 有哪些部分不一样呢? 其实,第一个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反正就是,这个地方 input改input box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我执行的话 当然在这边就可以执行 把它run一下,有没有可以看 这边,执行 假设我输入52,它一定不是一个直数 有没有? 如果再run一下的话 假设53,它就会是一个直数 只是run的地方不一样 可以把它直接输出 那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部分 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 以后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写出 就是类似的东西 不管是VBA也好 或者python也好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转换的一些相关技巧 第一个,我刚刚提过的几个不一样 这个改成这个 这个的话,if前面有讲过 就是Zen这个帽号 其他好像没什么不一样 把printer改成Messive Box 那这边因为有帽号 这边有Andif 其他没有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的话呢,Function 因为我要呼叫它 所以一样是一个TES 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一模一样 这边一样 一样传值给它 传到前面 那只是后面这边 一样要接收 那它return 它是什么呢? 它是直接等于 差别在这里 OK,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异点 另外还有什么呢? 回圈里面 for i in range 它是for i 等于2 到prong-1 有没有? 其实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这样改嘛 所以以前哦 你写过VBA的所有的程式 通通都可以改 两边互改 没有问题 OK,只是说 这可能要花一点 true force 表示方法都一样 那不过我这边有个break 这边我好像少写一个东西 这边好像 这边就是 自己再打一行 叫 is this for 就可以了 break在for 里面叫 is this for 那如果在 那如果在 那因为我这边 VBA比较少讲 那个 快有回圈 那就is this do 反正一样的表示方法 所以这边可能少写一行 叫 那个 is this for 所以e x i t is this for ok 那就把它输 这样子结果就差不多 所以这部分的话 还有个地方 person 在VBA里面叫mode 求余数 ok 两边大概就是这边差一点 所以 其实两边都可以互相改来改去 我这些有时间的话 两边如果你都熟的话 那当然会更好 ok 是 是 这个吗 你说 resale 就是把这个的值丢 其实就跟retend差不多 丢给他 然后他就会再返还回来到这边 所以如果他预设是true的话 他返还就是true 如果到这边改过之后 他就变成force 不是 true跟force而已 resale就是true跟force而已 ok 所以这大概给各位参考 所以其实程式 两边说真的 会改的 真的没什么差异 我觉得 不管我以前 写什么程式 我只是要 把他两者的差异点抓出来 两边其实甚至 所以可以设计一个程式 是 一键按下去 自动转换的 有没有 有人写真的 网路上还蛮多的 以前 程式 比如说你今天python要转vb vb要转python 其实有人这样 去写这样的程式 为什么 因为他就把那些所有规则都 比对出来 自动帮你把它写出来 但是不保证完全正确 不过另外还有一点 这个dif一定要是放在上面 可是function放下面没关系 这两者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反正就因为同学有提到 我顺便 给各位一个参考 所以呢 刚刚的Mars CAI 顺便你也可以把它改成VBA的版本 真的可以啊 没有问题 可以 试试看 那待会请各位再试一题 这个是我把这个值数的部分 制定函数改写成VBA的版本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题 练习题 猜数字有 这一题比较简单 先讲 因为本来想要讲剪刀石头 我看起来好像这一题比剪刀石头不简单 所以先讲好了 那很简单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乱数出一个数字 请你猜一下 诶 现在乱数出来的那个数字应该是多少 所以 如果说他 当然你要拆的话 应该的话从哪个数字拆起 应该是比较OK的 比如我这边执行给各位看 诶 假设我今天 请拆一个数字 那当然我们先从中间拆 会比较不会浪费时间 所以输入10 他会跟我讲说 因为他已经从1到20 帮我乱数 产生的一个数字 那我就要最好是 一枪命中 就是一次10 猜中 答对了就跳离了 但是呢 如果答错他会怎么样呢 太高了 低一点吧 OK 他就提示你吧 太高 那这样的话 因为可能性应该是在1到9之间 所以 比较容易猜中的 当然还是先取中间值 对 所以输入5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再输入5 Enter 他又会告诉我 太低了 高一点 所以这种可能性 目前又缩小范围了 可能是从6到9之间 那应该拆哪一个 不要 随便拆一个 拆7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输入一个 7 7 他这个有个bug 他这个一定要有必要放这边 太低了 再重来一下 15 太高了 13 还是太高 太高 太高 那就 11 Enter 恭喜答对了 OK 所以 那你越快的话 就是第一个拆的次数越少 第二个拆的时间越快 OK 那你将来可以加上次数 Cons Cons1 Cons2 恭喜你 你拆了几次之后 终于答对了 你所耗费的时间是多少 诶 这样的话感觉 可能更完整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Cons Cons的变数 然后把它每加一次 就加1 加1 有没有 加等于1 那再来就加一个时间 我前面讲 Import一个Time 这个Time的话呢 就是你开始 就是算时间开始 最后呢 再把结束那个时间 减掉开始的时间 就是它最后 得到的时间结果 OK 你就可以把那个时间 秀出来 你最后花了多少时间 拆对 不过1到20 好像太好拆了 你可以把题目改成1到100 哇 100到100就太难拆了 OK 可不可以 可以很简单 所以程式的逻辑 其实并不困难 大概需要几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需要乱数产生 用random 第二个的话呢 让它输入一个值 第三个就是 跑一个无穷回圈 画有1 冒号 里面做逻辑判断 如果 比对一下 如果 它的乱数 跟猜的数字 比较一下 如果它猜的数字 大于 那个 乱数的话 你就跟 你 太高了 低一点 对不对 反之 else if 太低了 第三种 就只有三种 不就太高 太低 再来是什么 等于嘛 恭喜你答对了 就这样 结束 break掉 所以程式应该很好写吧 所以 但 其实没有几行啦 我建议你一定要养成这样的能力 每一行就要自己写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 1 一定要Random 所以我们一样 宣产生一个Random Import Random 然后 在 1到 20之间 产生一个乱数 放在一个 RND里面 RND里面 然后 Import一个 你GAS的数字 放在G里面 所以这两个比对 while email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 无穷回圈 你就这样表示 最简单的 我没有看过比这个更简单 无穷回圈 然后 if 他如果是小于太低了 如果是大于太高了 OK 然后请他重新 这两个一定要重新输入 那如果最后一个Printer 就Break 程式应该很简单 不用特别背他吧 只是说如果你要改 假设你要改什么 改那个 1到99 1到100好了 比如这边的话 就是1到101 这样的话 可能 还是要改什么 请在 所以底下的话 请到1到100之间 我们 这个会太难了一点 我们看 这可能要改1到100之间 这可能要50开始 太高 太高的话 低一点 再低一点的话 25 太低了 那就是再缩小范围 缩小范围 缩小范围的话 就是 最后一个游戏 32 太高了 那就是 25以上 28 恭喜你答对了 OK 蛮厉害的 你看 所以1到100也还好 所以 这个可以玩一个游戏 就是 你可以让他自选 你要的等级 然后呢 可以 所以 其实说真的 越简单的游戏 越多人玩 像那个Candy 好像现在还有人在玩 是不是Candy 类似 其实这个可不可以变一个游戏 可以啊 其实就很简单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这个逻辑 没有新的东西 这里面应该没有一行是新的 全部都是之前写过的 只是说你要 试着写写看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之前有同学野心比较大 他可以 猜四个数字 有没有 四个数字 一A一B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其实就复杂度更高了 因为以前 你可能要跟你的 以前好像是 学生时代 不想上课的时候 两个在那边一直玩 可以玩很久 现在的话 没有人跟你玩 你也可以直接 跟Python玩 对 也是 所以一定是1到 0到9 0到9 反正就是 位置对是A 数字对是B 反正这个逻辑 不过这个逻辑 相对的应该会更复杂 OK 不过一样 前提就是一定Random Random 你可能要产生 四个数字 那四个数字的话 变成你可能要 就不能放在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形态 可能要List 然后要跑四次 而且你划个回圈 然后放在这个List 里面 然后就开始 让它输入四个数字 然后再去比对 其实 看起来应该也不是 太复杂的程式 不过 有的时候其实你的程式 逻辑会进步 都是不断不断的练习 实战还是不断的实战 找一些问题 考验如果OK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结果给秀出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这一题的话 参考答案云端上也有